逆後重生 復康運動你要知 新冠肺炎事略下 為減少中招的機會 大家是不是減少出門 盡量留在家裡抗疫呢 為了購買所需的日用品已經心力交稅 有機會令大家忘記運動是對抗疫同樣重要 而社交距離措施一再收緊 大家可以運動的機會也大幅減少 無論有沒有確診過新冠肺炎 在缺乏運動的情況下 大家都比較容易出現 氣速 容易肌肉酸痛 肌力下降等等的問題 如果你有以上情況 接下來的影片就適合你觀看 以下為你提供各種妙計 令你身體盡量恢復到疫症前的水平甚至更新當年 假如你曾確診新冠肺炎 建議你在檢測結果程陰性後一至兩個星期才開始做運動 運動前可以進行一些簡單的測試 以評估自身現階段是否適合做運動 例如在日常生活 步行500米 會不會感到氣速 很累呢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以慢慢重回運動的懷抱 運動那時以低強度開始 每次20至30分鐘 每星期兩至三次 這樣隔一做 循序漸進地增加運動強度和時間 如果運動過程中覺得不舒服 例如氣速 心口痛 應該立即停止 以下分享幾個小提示 第一 跑之前要學會走 嘗試回到以往的訓練強度之前 應該循序漸進 20至30分鐘的散步 是測試你是否準備好恢復到正常訓練的好方法 散步可能已經令你覺得很累 這個是正常的身體反應 不需要擔心 為了加快身體逐步適應 在訓練前後可以進來一些伸展 第二 先有養運動後力量訓練 操之過急的力量訓練容易令肌肉受傷 增加撕裂或拉傷的風險 先專注在簡單的有養訓練 在充足的有養訓練後才加入力量訓練 第三 聆聽內心的聲音 監察心率可以幫助你了解運動強度和健康狀況 確保你不會超出身體的負荷 康復後重回訓練時初期運動時心率會變高 在理想的情況下 訓練心率和生病前或暫停運動前的心率一致 才適合逐漸增加訓練渠道 第四 50% 原則 請先完成平時訓練量的一半 即是如果你一般過去花費30分鐘在有養訓練 先下調去15分鐘的訓練再開始 如果你的身體對幾日低強度的訓練反應良好 並且想加快訓練回到以往的強度 請慢慢增加可以操之過 例如訓練量首先達到60% 感覺良好下週才達到75% 講完小提示 那運動時需要注意些甚麼 運動時感到氣喘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逐漸加強訓練可以改善 一般人可以把自覺力氣的程度定於5至7之間 個人可視乎需要按照自己的體能情況下調 要確定你的訓練水平是否正確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測試 如果你能夠講出完整句子 而且沒甚麼喘氣的感覺 那你可以加大訓練強度 但如果你說不到話 又或者一次只能夠講一個字 好氣喘的話 那就是訓練強度過高需要降低 最後如果你能夠講出一個句子 暫停一兩次就可以控制呼吸的話 那你的訓練水平就正確 如果你確實感到氣喘而說不到話的話 你應該放慢速度或者停下休息 直到你的呼吸感覺更加受控制 講了那麼久 事不宜遲 可以在家中進行的運動包括 呼吸運動 複式呼吸 首先我們放鬆肩膀 手放在吐池上面 吸氣時感覺腹部漲起 吐氣時腹部會自然收縮 複式呼吸 可以令呼吸變得順暢而不吃力 一日三組 來回十次為一組 躺姿運動 台團運動 平躺在床上面 雙腳膝蓋彎曲 腳踩在床上面 將屯部抬高 慢上慢落 靜臟腳踩 reinforce 數音 為兩不順暢而不斷 舊 速到翔射 一日三組,來回十次為一組 躺姿運動,直膝抬腿 平躺在床上,一邊塞蓋彎曲,讓腳踩在床上 另一邊塞蓋伸直,腳板上勾 將腳舉起,直到兩邊塞蓋一樣高,慢上慢落 直膝抬腿,可以鍛鍊大腿的力量 一日三組,來回十次為一組 坐姿運動,彎膝抬腿 坐在床邊或椅上,雙手撐床邊或椅子邊維持平衡 大腿抬高至離開床邊和椅邊,然後換腳,慢上慢落 並保持正確的坐姿 彎膝抬腿,可以鍛鍊大腿的力量 一日三組,來回十次為一組 坐姿運動,二頭肌彎曲 坐姿運動 首先,手撐伸直,再彎曲至空前 再返回原位 慢上慢落,可以使用五百至七百五十毫升的水樽 增加阻力 二頭肌彎曲,可以促進上肢循環 並增加手臂耐力 一日三組,來回十次為一組 站姿運動,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腳每次抬起約九十度,並擺手 漸進式增加次數與時間 強度略為有點微喘 可以說話,但不可以唱歌的程度 如有需要,可以使用椅子作為輔助平衡 原地踏步,可以增強下肢的肌力 一日三組,三至十分鐘為一組 站姿運動,踏腳尖 雙手先扶著穩固的椅背或牆壁,保持平衡 雙腳同時踏起腳尖直到最高點 慢上慢落 踏腳尖可以鍛鍊小腿的力量 健康地穩固 一日三組,來回十次為一組 健康的人生在等待你 快點一起做運動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